朋友们大家好 户外采摘的金子野果 金子野果采摘回来怎样处理 泡酒的方法 这些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天的收获全部在这里 采摘回来第一步 我们要把它的果翅 与这个花托给去掉 金子装进舌笔带 穿好雨靴 轻轻的用力来回来搓揉它 就这样子 边搓揉边看里面 这果翅与花托去的怎么样 差不多的情况下倒出来看一下 果翅与花托去的干干净净 这个是巧妙的方法 既省时又不费力 处理好的金子野果 接下来是用大量清水 把它冲洗干净 用大量的清水 把这个金子野果冲洗干净 金子野果冲洗干净 放阴凉醋或太阳下面 把表面的水分晾干 均匀的摊开来 摊晒好的金子野果 就是鲜果 也可直接泡酒 或者是上针上晒 整颗的泡 或者是切开 把里面的纸给去掉 金子野果泡酒 果味香甜 男性朋友中年或老年人 这个金子野果泡酒 能够带来不少好处 大家可在专业科普方面 多了解 金子野果 一些功效与用途 总装人评论区也好 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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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